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当有了一个所谓救世主的时候 他希望立即解决 而且他希望躲在那个地方 几乎外面都解决了 因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种救赎 这个救赎从心灵一救赎之后 我完全超越了 这样子的不确定感就超越了 经济上的 生命的 还有各级与国家大我关系的 通通被我超越了 多少人就乐意这样完全投入 他不认为被骗 他认为那是我生命安顿的内容 诸位如果你懂得这样 你就知道这个社会要怎么治他的病 首先第一你要知道 社会目前这个状态是台湾人的共业 我们真的是一群移民来的人 从来自于各个地方 也来自于不一样的思想 也被各种经济环境跟经济手段 在台湾运作着 对不对 我们其实走的是 极端个人伸张 个人价值与欲望的所谓资本主义 台湾也试着从资本主义当中 走向一个所谓照顾人民的少分社会主义 比如说健保 比如说国民年金 这就是用国家想要来照顾人民 他在努力当中 真的 台湾有在努力 这个不是哪个政党有攻击而已 都有攻击 可是抵不上什么 抵不到中边 他的经济爆炸性的成长之后 一比较之后台湾产生了恐惧 这种恐惧普遍存在社会当中 然后这种失根的状态 就更加的加强 这就是失误观察到 一个社会上为什么缺乏圣性理想 为什么缺乏一种经略世界 经略世间的这样子的一个 永恍的英雄人物 能够在台湾这个世界上出 这个社会上出现 产生不了 因为社会的经济 大环境 还有政治的环境 产生不了 这也就看出来 在表层上中能解决问题的人 就显得非常的男人可贵 比如说我们的柯先生 他在以一个非政党的人 他进来到这个政治的环境当中 他做了一些事情 开始就被社会上所认知 并且被警养 就是因为他不去谈太高远的 他就以现前他知道的政治事情 或者是一个经济事情 以他一个市长的方式去解决 他被期待着 不要忘记 以失误来观察 这是一种翻转的机会 我不谈政治 我也不谈蓝绿 我说类似这样子的解决 如果形成了风气的话 也形成了标杆的话 今后谁再来做 都要拿他做标杆 那这就是机会 但这个机会 仍然不能够究竟的解决 超越台湾这个环境 内心里头的安不安稳 以及台湾人到底有没有一个 生命中广大的 应该说广大的理想 而针对这个理想 他有一个明确的策略 就可以面对 这个明确的策略是包括 自己的心灵安顿 以及面对自己的业力的不确定性 他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跟面对的方法 当他面对到痛苦的时候 台湾的社会的每一个人 是不是能够在甘之如頤的 这种前提之下 而有方法可以面对 这是当务之急 为什么 那不是政治人物能够帮我忙的 他能做的 尽可能能做的是公众事务 可是你个人的事务呢 你面对的那个不可抗拒 而模糊的 好像依稀存在的那个业力 内涵 他到底怎么会要发爆在我身上 而我不确定的时候 我有没有一个甘之如頤的 面对方案 然后呢 我不但能面对 而且我能够穿越这业力的屏障 一直往前而去 这是价值 诸位 以佛教的观念来说 业力是不可能没有了 不然你怎么来投胎 你就靠业力来投胎的 卡玛这个观念 在印度早期 佛教非 世尊还没出世的时候 就有卡玛这个观念 业这个观念 他在解释的人之所以千差万别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过去所造的 深口意的一切善恶行为 包括你的意念的想法 都形成了对未来的一种推动力 本来业力就这样子而已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 因果推动力的描述 叫做业 但渐渐的也被非佛教的外道所用的时候 他开始把超越你之外的神 也加入了业力里头去了 你听懂我意思吗 加入业力里头 比如说什么意思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犯天王的天王 他也是创造主 在印度也是创造主 那这个创造主呢 他施予因为你 特别对他的祭祀跟崇拜 他就给予你什么 给予你新的业力的结构 给了你 那因此 对他的崇拜跟景仰跟付出 就改变了你的业力 这样听懂意思吗 那这是一种类对价的关系 后来在印度也发生了这样 那佛陀当年就是改革了这个想法 他说 这不是不可能 可是都来自于你那念心 不是来自于神的垂帘 听懂意思吗 这个时候就把 不确定的那种 那种对神的景仰 然后获取他的垂帘 形成业力的改变 就转变成为 一切业力的转变 都握住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这种关系 这就是佛教 在人类的心灵历史发展当中 一个最伟大的发现 这是发现 他并不是创造 那是佛陀的发现 那么这样子呢 开始就又再把业力 当然那也不是佛陀所创造了 业力的三四因果观念 在佛陀之前就已经有了 可是这里头太多的神 创造神的观念加进来 使得业力就变成了什么 在印度早期 他就变成了 变成说你的业 还要牵涉到 你是什么样子的族群 你天生是被上帝作为 最优人种所出生的 叫祭祀阶族 阶级 第二阶级叫管理阶层 第三阶级叫市农工商阶层 第四阶层叫做 最低下的底层阶层 这是创造主把你命定的 听懂吗 那因此你不会改变 在这个之下 这个前提是你改变不了的 那今后在这个前提之内 你运行你的业力呢 是在你 你的创造主 所给你的这个基本 四大族性之内表现的 换句话说 你可以在你的族性之内 表现得好一点 但你不可能跳过来 从下族性往上跳 你也不用担心 你也不可能从上一个族性往下掉 也不会 那当然不是这样 佛陀对业的看法 已经更加超越 他认为业绝对不基本 天生的限定 你本来是什么 注意 这就把业的宿命观 跟业的所谓机械性论 就打破了 什么叫业的机械性论 杀人则死 杀人一定要死 或者你打他一拳 非得还他一拳 你的业才结束 不是的 当然不是这样 怎么讲 这叫做机械性的业利论 或者是 那还有一种叫 命定式的业利论 这两种业利论 都不是佛教讲的业 但是这在 这在 印度早期的一神教里头 其实是有的 那么在西方 以西方的神作为基础的 一神教里头 有没有这种业利论 他没有这种名称 不过其实他隐藏着这样的观念 隐藏这样的观念 比如说原罪 就是这个观念 人类的原罪就是他的业力 受限了 所以人类对于在神面前 只有什么 只有崇拜 只有谦卑 只有取得神的 我们说 我们的话讲叫保佑 应该说是神的加冕之后 你的原罪才有可能穿透 有没有 所以其实他也是一种业的观念 因为你有原罪就是业 再来第二 你就是被创造者 这个被创造本身就是业 懂吗 因为你是被我创造 你怎么可能去讨论神的意志呢 这样懂的意思吗 所以曾经跟我的双巴拉弟弟谈到说 佛陀有怎么样子的见解 他也很努力听 听完他说 我真是太好了 我说怎么样 觉得你觉得佛教怎么样 他说 让我更感谢神 为什么 因为神能创造你们佛陀 所以一切佛陀的荣耀 通通来荣耀神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个命定性业力 有没有 你永远就在上帝创造之下 你佛陀所有的伟大 通通拿来 什么样 作为 作为彰显上帝的 不可思议神力而用的 而存在的 你懂吗 那当然对我们佛教徒来说 没关系 如果这样能让他欢喜也好 是这样子的 这个倒是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 但就是有看法 这就是一种命定性业力观 就是说这个业力 业在怎么说 有一个根本命定不动的 懂吗 那一般的哲学思维里有一个叫 机械性业力观 也就是所谓的杀人则死 一定没有别的方法 其实佛陀都不是这个意思 佛陀都不是 佛陀意思是 一切的业力 也是基于无常缘起所建立的 这个无常缘起的根本建是没有改变的 那么缘起故无常 所以说 他怎么可能机械性的反应呢 杀人一定则死吗 无常啊 不一定啊 那不一定又怎么来 那看 你杀人之后 你用了什么态度面对杀人这个事 比如说 我实在很恨很贪的情况去杀人 但今天有幸 你听到失误这么一说 你实在是有点忏悔 但是不晓得有什么方法 结果我现在告诉你 有方法 比如说 我做个比喻 这个比喻成绩 我在其他演讲当中我讲过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比喻法 比如说我现在 有一颗盐这么大 这么大一粒 那么这么一大粒的话 我叫你吃下去 你看你怎么吃 这么一大粒的盐 面积就这么大 你怎么吃得下 吃不下去 可是没关系啊 我把它用水倒进去 然后我一直把它稀释了 稀释之后你慢慢喝 终究全喝下去了 这颗盐呢 终究还是被你吃下去了 有没有 可是呢 对不起 哪一种你吃得下 一定是后者你吃得下 你还是把它吃了 可是吃的方法 过程感受完全不同 对不对 是的 你是杀人了 可是你如果放上了忏悔的水 这个时候你面对的果报 相对就好受多了 了解意思吗 好 那如果你一点都不忏悔 对不起 那活生生这块盐巴 什么东西都没增加 也没减少 那你就得吃下去 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杀人则死 这样懂吗 所以他不命定 他不机械性反应 这样了解吗 好 第二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所谓的业力的发生 业力的发生 他不但是非这样子的死板 他还展现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还跟你个人内在为这件事情的努力 跟你后来的生命强弱有关 比如说 你想你欠人家一百万 你欠人家一百万 可是你终究要还 但是你现在收入一个月三万 还要房租 还要吃你小孩奶粉钱 你看你怎么还 可以啊 一个月还三千 看你要还一百年 还完 等你还的那个债主 也实在是真的是太痛苦 而你这个还的人也真的很痛苦 但是如果你一个月月入三十万 那你要还他这个一百万 应该相对 既快又容易 这意味着什么 因为内在心灵的修为 内在降伏自己 当年造热的那念心 被你越来越降伏了的时候 你同样在了那个业 听懂意思吗 然后你的心情 主观的心情跟感受 还有还的过程当中 彼此的那个关系 其实是非常OK的 非常顺畅的 这样你听懂意思吗 这种表现成为生命的样态 爱是什么呢 是这样 比如说夫妻 夫妻在业力的关系当中 一定是无冤不来 无在不逃 所以有善业因缘 也一定有恩怨因缘 夫妻的关系大部分有恩 有怨 因为爱的满足不满足 就会让两个亲近的人 产生怨 而这个怨 其实最终隐藏的一个 对彼此之间的渴望 而这个渴望 它很难在一世一生 就被满足 所以它就变成你心中的 一种追寻 跟不满足的推动业力 而这种推动的业力 使得你又会众里寻他千百度 为什么 因为再来玩一把 懂的意思吗 上次你欠的 我也有欠你 你也有欠我 咱们再来赌一把 看看能不能彼此还光 但事实上是不太可能 因为每一把赌法当中 一定有又你欠他的 又有他欠你的 他永远在那里欠跟还 还的过程当中 你会感觉很爽 什么叫做还 他跟你讲 亲爱的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 听到我有点爽 我又听了几次了 这就又种下了 想要再听他说的这个渴望 对不对 再来他为什么对我 这种态度这么冷 我一定要弄清楚 他对我到底什么看法 你还要再去找回答案 那个不找回答案 就否定了自己被爱的价值 当这两个正向力跟负向力 在纠葛的时候 你自然在未来的投胎状态当中 又会彼此吸引 彼此再来赌一把 为什么 因为赌惯了 你懂吗 彼此先赌惯了 出牌收牌都习惯了 这个时候会觉得 你会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会有年轻人会谈恋爱 就大家会合 有没有 怎么才刚好 你说的就是我心的 你担心的也是我担心的 你教的也是我教的 以前两个人常常在赌这个东西一样 你就会 听懂意思吗 这个时候我们解读它叫做 哦 那就是我的天命 它就是我的Mr.Right 那个东西就出现 所以业力是这样招感来的 懂吗 一直是累积的那种渴望感 这样在招感 那这种累积一定是 重重叠叠的堆叠在那里 这怎么 这叫做引爆还是不引爆呢 当然遇上了天雷勾地火 你可以说它有点引爆的感觉 但是呢 它绝对是有机会改变的 你听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 因为它还是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堆叠出来的 你看那个两人的爱恋感 那也不是突然间火热到一切 它也不是的 它一直试探的过程当中 一直释放着彼此的可能 跟彼此的爱然感 然后它也一直回应给你 然后越来越回应 就越来越建功地 越来越增强 所以你说哪个时间叫引爆呢 勉强要说 是重新又找到的那一刹那 叫做引爆而已 这样懂意思吗 之后呢 之后只不过是 又把上一辈子的堆叠 继续再进行而已 那堆叠的样貌稍有不同 就这样 所以它不是机械性的 它是一再地被你的无名 跟内在的自我渴望 在不同的时空阶段当中 延续的上一辈子的 那样子的贪然过程 而继续再往下延 它其实很难说 有突然间的大改变 很难的 但是当然也有 比如说 你这辈子也不太可能只爱一个人 爱那个又爱那个又爱那个 欠很多人你听我 对方也怎么样 喘便便要抓你了 要抓你了 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了一个婚外状态 是这样 你要勉强说 它叫做引爆 那当然也是啦 这个时候就开始 你又追你的原配 也引爆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的贪然没放开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你对情爱的贪然没放开 你知道吗 发生情爱的原因有哪一些 外在的 表面 还有情感的 彼此关系的 理想的 这综合起来讲 就是属于色相的 属于情感 彼此关系的 再来 内在自我感的 这三大象 进行了我们的染爱感 比如说 我觉得我应该是当总统 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才我人生有价值 那是你自己的决定 是不是这样子 你自己建立的价值 同样的 你找一个你爱的人 也是这样 我觉得我要过什么生活 我觉得 跟我在一起 应该是要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的 那这种想法 有 那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你看看 有没有 那是你本来就建构了 你自己的价值 然后去找一个对应者 这第一种 那么当你找到了之后 对方也不一定跟你接受 你也不一定马上就觉得 他适合你 你们就开始吐出 一些讯息给对方 对方愿意就回应你 这一来一去 一来一往 有的快 快到一天 有的慢 慢三个月 三年 十年都可能 不一定 有没有 有的大家是 男女是哥们 但是慢慢的突然间发现 不能没有他 才默然醒来 这电影 八点档常常演这种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默然醒来说 原来最 我最爱的 我最爱的 是这个 谁谁谁 是早就在一起的 比如说这个意思 那不一定 因为他堆叠的结果 互相揣测的结果 心里头都在想的 搞不好是另外一个 色相的东西 这第三个 造成你的业力 爱的业力的 第三个原因是 那个色爱 这外表 你不要原男生 才会爱女生的 那个外表 不止 女生爱男生的 外表是另外一种形式 安全感 更重要的那个外表 它也是一种外表 你了解意思吗 那像这样子 你就开始堆叠 堆叠 这就是业力形成的 样态 再重新一试 你再继续的 把过去为原 为基础 你在这一试 以贪爱为根本的核心 你用这三种标准 慢慢堆叠 彼此的业力关系 这样听懂吗 你这样堆叠的结果 你就发现了 这个是我真正要娶 要嫁的人 或者是我要投入的人 时间有多长 多快多久呢 快的人有人一刹那 好恐怖 你懂我意思吗 有没有这种一刹那的 有叫做什么 一见钟情的 也有 我跟你说 那种很恐怖 但是就是那种人 就做这样 你不要说他冒险 因为他非 非机械性的业力关系 那也有一种 是什么情况呢 有一种情况 他要再次的堆叠 那你说 为什么会这样 那跟他过去的关系有关 跟他过去的约定有关 跟他过去的感情的受伤害不伤害有关 我拿这个来比喻 让你知道业力到底会不会所谓的引爆 都不是一句话讲开的 都不是这样 都不是这样 机械性的 所以没有所谓的一定会 发生一个大爆炸行为 都不是这样讲的 这样懂吗 那因此 你就会面对两种事实 一种就是业力大力引爆 某一些情况我们可以描述它是这样 比如说 我们所爱的人或我们自己 突然间有个横祸 离身 横祸在我身上 确实的 那个勉强讲真的是爆了 有没有 真的是爆了 有一种情况 那我刚刚讲说 那个天雷勾地火 看到了就相爱了 这也算是一种爆 这个也是一种爆 可是你要知道 再怎么样子 它都有过去的因 它突然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你不知道而已 要发生这样之前 一定是你充满了生命的各种改变的机会 然而你没去做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 我们当年亲近长老的时候 长老都会跟我们这样讲 你呀 任何修道人 不修道则一 要修道的话 他最先要做的就是 修忏悔 因为你一修道 你修的行 越加的想要了生死 你越对了生死 有渴望 你越容易遭感业障 诸位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叫做消业障 就是拆掉乙性 拆掉那个炸弹乙性 就叫做消业障 那为什么会越修行的人 越要这样做 我先举个例子 广化老和尚知道的人举手 我要常常提他 因为他曾经一直跟我们讲 这个他自己的故事 他是军人中年军官退下来 来出家 你要知道 我们的国家 军公教 这是个最大宗教 军公教体系 这个军公教 基本上都在儒家的教育之下 所以军人也一样 他当年带兵的时候 到了乡间 那军人至上 为了要养活这些军人 他会看到一群鸡在那里 他其实是 他就跟他阿兵哥讲 来 半个小时之内 统统歼灭敌人 你懂吗 所谓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把那些鸡全部搞死 然后加菜 他做过这样的事 这里头已经犯杀戒 又犯盗戒 在某个意义上 理论上说军人不应该扰民 他又犯了军人的某一些标准 对不对 但是在那个作战之旗 是不考虑这个 因为军人都养不活了 对于所谓的国家价值 就支撑不起来 所以两权相害 取其亲 他就做这个命令 听说 听他告诉我们 老人家告诉我们说 他不只做过一次两次 这么干 好了 你看注意看 就这样发生着 然后他就开始去修 后来出家了 修行了 没人告诉他 没人告诉他说 要拆隐姓这件事情 没人告诉他 结果他就做了个什么事 你知道 他突然间觉得 也不知道突然间 因为他是军人出身 他对那个修行 有一种勇猛感 你懂吗 然后他又是中年出家 他有一种急迫感 勇猛加急迫 就让他不是很仔细的准备 他就去闭关 尤其他的老师 他的师父 律行长老 比他官阶还高 是将军来出家的 然后他又看到 他的老师 将军出家不打紧 百日念佛 闭关念佛 哇 好不得了啊 他想 我师父将军 然后出家之后 这么个用功 关起门来大干一场 然后一出来之后 哇 金光三三水起千条 买衣没拌条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什么 那黄俊雄布袋戏演的这样子 那么他就 他也想要follow这个做法 现在我要告诉你说 引爆不引爆 怎么样让他不引爆 我们就拿这个例子 我们一定用例子你就知道 这真实发生的 然后他就宣称说 他也要避 生死净土关 他就真的 就去闭关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 神秘的事情发生 他念佛念佛 我每天念佛 十万生跟他师父一样 十万生怕病 有一天早上 突然间在模模糊糊当中 好 模糊糊当中 他看到一群鸡跟鸭 跑得来 每一只鸡跟每一只鸭 都能讲话 都给他酸 都骂他 说还我命来 然后有多少呢 你可以这样想象 从这里 排到捷运站门口 那么远 一路排 而且不是直线 是弯来转去 他通通像看透明眼一样 你懂吗 那个房子的遮障 他通通等于没遮障 拿那些鸡顺着那个大马路 左拐右拐右拐 左拐走地下室这样 他全部看得到 就像透明的一样 所以那些鸡啊 是顺着路排 你懂吗 而且排满满 看他台湾 排满满 布满那个道路 那个道路都是双线道 鸡才有多大一只 能排满满 你看有多少 说排到那么远的地方 一望无际 你看他杀多少 这样 然后就这样跟他讲的时候 他没反应 他还在害怕而已 只是害怕 注意听 只是害怕 这在讲业力怎么猜隐性了 我已经在讲一个猜隐性的动作了 所以也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但是也不一定一定要报 看你怎么面对而已 他是报 他傻傻地在那里 只靠一句佛话 Om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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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有效 可是注意 可是注意 所谓的有效还分什么 我问你 一个冰山高得像喜马拉雅山那样 你拿那个小喷枪 能不能融化得了它 有没有效啦 有啊 当然有啊 可以把它烧个小洞啊 对不对 那个小洞烧完了 你的瓦斯用完了 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业力的有不有效 你的修行绝对有效 但是问题在于 业力有可转跟不可转 问题出在哪里 一切业绝对都可转 为什么经上还有那个业力难转的事情 今天都在讲业力 为什么有那个业力难转的事情 是因为你的力道不足 那为什么有那个力道不足呢 因为你的训练不足 你看看那个 有人啊 体力很足 他能够躺在那里 让人家一台卡车这样走过 跨过去 有没有 那结果呢 好好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也练空手道 那大一升 大二升大三 我又做了空手道的社长 然后当然就像现在的同学一样 负担着要为社里找到更多 更多社员的工作 那我就去表演什么 表演那个 把瓦片放在我肚子上面 30片哦 那我那个同学在 我们的社员二年级 我三年级当社长 就是哈 然后蹭 这样子把所有的瓦片都打破 我好好的起来 那就是我啦 来参加吧 下面都鼓掌了 那次呢 那次的招生呢 怎么样 非常的失败 没有人敢来 他以为说 来参加空斗招社都要这样搞 把他吓坏了 所以你说 你了解意思吗 那 这就是所谓的 你自己用多少力量来面对 你能有那个抗力 他当时呢 念佛绝对有效 可是他用害怕的方法念 他用对抗的方法 他自己也这样说 他说那时候 因为那些鸡呀 不讲话 但是他就听到人的声音 跟他讲还我命来 那样子 那你想 奇怪咧 平常不好好的吗 他怎么在这个时候这样 因为你骑尽锐者骑退束 你已经在精进用功状态当中 你试着要抽离生死 要把这一切的生死业呢 还有那些 你彼此间有欠缺的 彼此间还有恩爱 恩爱情仇关系 通通想要一笔勾销 这个时候 一直在跟着你 一直在寻规要对你 报复的众生 他开始不安了 这样听懂意思吗 这个时候他开始不安的时候 他会集体的来对你这个修行人 开始呼唤着 呼唤什么 呼唤说还我命来 你要记得 绝对不是用命还 他要的不是命 他要的是 不然你用你的修行 必应我 这样了解吗 结果他那个时候 夜离现前 他说他自己忘记 他自己忘记 他只是念佛念观音菩萨 想要遮挡 被阻挡 这是在梦中的事而已 他在梦中 他误认为这样 那天早上起来 他说 莫名其妙的平地一跤 这一摔 你看看从一个床摔下 又不是什么上下床 就是那个普通的那种 那种类似军人用的 那种军用船 你说会多高 一个小腿高而已 他就平地一跤摔下来 居然把他宽骨给摔裂 那那个时候的医疗 又没有那么 他居然医不好 然后就这样开始 一生做轮移 所以他常常愿意说 这个故事给大家听 当做宵夜用 他就一再地讲说 要怎么样消夜法 一定在修行当中 面对自己可能存在的 业力隐性 要多求忏悔 尤其是大修行的 奋力要往前冲的时候 你身上所背的那些反作用力 会更大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个弹性 你冲越快 是不是反弹会越快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所谓的业力 确实也会有那种 在某个情况底下 对你来讲 有个集体反应的状态 那会修的要怎么办 两个方法 自古以来 就是这两个方法在运用 第一个方法 断然地求忏悔 绝不心存侥幸 我说断然有几个概念 第一 相信自己真的 曾经是基于贪嗔痴 不晓得做了什么 连现在想起来 都觉得好丢脸的事 但真的有时候你不知道 这样听懂吗 这点有点难 这也就是为什么 传统的佛教修行 对于刚刚我说 那年轻人的吸引力 没那么大 他常常会这样讲 我又没有做那些 过去是谁看得到 你都说我有罪 那我本来就很痛苦了 还说我有罪 那我不是更痛苦 他就是一道逻辑 你懂个意思吗 其实承认自己有罪 并不等于我痛苦 其实反而是放下 他不知道 有的人的性格 他是这样 被罪这个字就压住了 他觉得我哪有 我哪有这些过失 这样懂意思吗 那这个就是一个佛教徒 首先要懂的 说自己有过失 是因为过去怎么样 我们固然没看到 现在有烦恼 现在面对我子我爱 而放不下 这就是过失的结果了 请记得 换句话说 我不需要用任何的证明 去拿个什么东西 夜镜 或者让你什么 这个所谓的催眠 去看过去 因为那个也不准 为什么叫不准 因为他再怎么吹 都是一段小时间 而且是针对你的心灵眼前 最苦的那个部分 试着要去找原因 而其实那个是幻影的一部分而已 他不全然是 所以他不是真正你的业力的来源 的唯一处 我说从这个催眠当中所看到的 不是 所以你必须是怎样 你必须是直接从你现在的受苦之事实来看 反抗你过去的恶业所造 你的受苦事实大概有几类 属于情感物质的疾病的 这三大项 物质的情感的跟疾病的 这三大类 三大类我不敢说全部 你看看财务 你的事业 这属于物质的 对不对 人际属于情感的 也不一定男女 也不一定男女 什么夫妻 不一定 这属于情感 包括兄弟 都算在内 第三的就是你自己生病的 有没有 我们的苦恼无非是那三大象 而这三大象都绝对有原因 都绝对有它的原因 比如说属于疾病性的 那一定跟你的称 杀有关 称与杀有关 属于情感性的 一定跟你的自私 跟情爱的贪婉 还有烂情有关 懂吗 烂情有关 一定跟这个有关 再来 属于物质的 一定跟你过去式的不思 兼贪有关 那你看看 这里有是不是贪嗔痴了 刚刚好都有 吃代表着无名贪爱 对不对 就表现为贪跟嗔 有没有看到 比如说疾病一定跟称杀有关 称或者杀 或者因称而杀 因贪而杀 等等有关 总而言之最终表现为杀的行为 有关 那么呢 物质上的有无 一定跟你过去式的贪 有关 你也一毛不拔 有关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用赎罪券要去解决的 你知道因在那里嘛 各位 懂吗 所以当知道这样的时候 你看你今生 所谓的苦 无非这三大象的时候 你就反抗 你的过去一定就是做了那类的因 所以忏悔啊 忏悔现在越苦 你就越忏悔啊 他的反弹力也相对越大 所以苦的越多 你忏悔的力量越大 你解决的方案就越有力 所以一个修行人 或者一个佛教徒 面对苦来的的时候 无非 就是阎罗王 无常大鬼 给你讯息 说我要给你死 我要给你难 我要给你苦 你看你要怎么面对 那你是有方法的 他都是菩萨 在大乘来看 这些都是菩萨 他是用逆向的方法来给你知道的 然后你怎么做 就这样回 当年老和尚他就说 他真的是起那个当时的业障 他没这个想法 他想的是 佛菩萨保佑我 当然一定有能 一定做得到 可是你别忘了 佛菩萨不是黑道老大 你懂吗 因为你的业力跟众生的业力关系 这不是说佛陀来遮的 那你说那要求佛菩萨干什么 你要知道 求佛菩萨绝对有效 是来自于 基于忏悔的本质 发现了内在的佛性 而了知了佛菩萨的佛性的特色的 特内在的智慧与慈悲 这个时候求佛菩萨是以你内在的智慧跟慈悲的追寻 作为目的 那这个时候求佛菩萨的加倍 而不是求佛菩萨的阻挡 恶业现前不是这样 你要知道恶业现前不是被阻挡而能够完成的 是被内在造恶的心得完全降伏 放下转制 而给予转变 你知道你怎么造业 你是为什么造业 无非就内在的贪生之在造业 对吧 那内在贪生之是怎么被降伏 怎么被提升的 望着究竟的佛性 内在的佛性 而给予转变的 你就是因为望了佛性 望了内在的觉性 你才会贪生之啊 你才为你那个一时的我爱我职 而造各种业 包括杀 包括烂情等等的 是一切啦 是这样 所以你这个时候呼唤着你内在的觉性 以佛菩萨的觉性作为我的榜样 跟我的追寻 跟我的投靠 那种投靠 是把自己的贪生之彻底的放下 彻底的说他的没意义 你懂吗 你懂吗 彻底的了知他的没意义 然后这个时候说 佛菩萨您是我生命 真正的光 真正的主宰 真正的导引 我愿随着你的一切智慧 一切慈悲而学习 我那过去不智慧 不慈悲 愚痴的我爱 真的是错了 我放下 求佛菩萨加倍于我 让我有智慧给予面对 让我有智慧面对这苦难的时候 有勇气 有因缘 走过 是这样子求的 是这样求的 所以求佛菩萨有没有效 绝对有效 而且迅速的很 通通来自于内在的用心 来自于内在的用心 他不是对价 他是认清了造恶的本质 而你愿意放下 这样你懂意思吗 我们面对爱情的苦 面对物质匮乏的苦 面对的人际关系的苦 无非都来自于 我职的伸张 不自在 我又觉得他理所当然 他怎么这么要狠心 他好伤人啊 佛菩萨 我好苦 我被伤害了 这样他没有知道自己苦的原因 你懂吗 他只是叫苦连天 去哭给佛菩萨听而已 你懂吗 这不明为忏悔 这甚至在某个意义上 叫做报状 你听懂意思吗 是这样 而且甚至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 佛菩萨拜託 叫他回来 有点不合这种意思 那么 当然他会发现无效 因为你本质上是用极大贪爱 去追寻的 这样了解吗 但是呢 如果他这里头 再加上一点点说 佛菩萨你应是慈悲的 请您救救我 我好苦 如果是再加上这一些 那么他还是有贪爱 他多少隐藏的一个 给我叫 也给我叫回来 他如果交杂这两样 你知道 找回来看起来是 他的贪爱在增长 可是他却又相信了 佛菩萨的什么 慈悲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相信是有效的 所以他就跟你交参着的 所以乡间的彼夫彼妇 他是带着我爱我职 在求佛菩萨 你也不能说他全部无效 因为他终究还是知道 佛菩萨的慈悲 寻生救苦 他还是知道这个 就是因为知道这个 他相信的是 决性的不可思议 凭这一念相信 就是刚刚我讲的 那个大的岩片当中 加了一些水 还是加进去 这个水不完整 但是加了一部分 懂吗 所以诸位知识分子学佛 不要用太高的标准来看 相间彼夫彼妇 对佛菩萨 那带着贪然心的渴求 他终究还是有 他一定程度的效果 原因在于 他交参着 对于佛菩萨 圣性 跟佛菩萨 那是一大慈悲的信仰 这个是来自于 内心的本质 这样听懂意思吗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慈悲之夜 云林观音讲堂 礼拜慈悲三昧水颤 恭请广顾法师主法 日期 4月22日星期六 时间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询电话 05-633-1565 访会当日上午8点半 东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佛教慈悲之夜 曼书势力中心 观音的慈悲 浦门品 开课通启 日期4月27日起 至6月15日子 共8堂课 每周四 晚上7点到8点半 授课老师 陈和铭老师 因缘难得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踊跃报名参加 地址 台北市 内湖区 康陵路三段99下 石农2号一楼 报名电话 0226310619 0226310619 这是撕尼之夜 突出格区 孤独静说 是一身也 有一天神树生光明 遍昭远中 乃至佛所 共敬礼拜 山地一旁 一起百佛言 送天生与人 河黄的礼仪 四里求幸福 青秋最吉祥 世尊如世大言 Zither Harp 剑星 不尽于齿人 因液驰着脚 尊尽有德者 是为罪吉祥 七处是一处 往昔有德行 只剩余真大 是为罪吉祥 过往宫秘籍 延迟住境界 遍探月人心 是为罪吉祥 奉养父母亲 爱不及日子 总也要无恨 是为罪吉祥 无事好平等 放出众情权 行为无瑕疵 是为罪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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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化 导致彻 是为罪吉祥 是为罪吉祥 怕风无动心 无忧无忍 宁静无烦恼 是为罪吉祥 你自信迟着 无望而不舍 你借出的福 是为罪吉祥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述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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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